9点放轻松 怎么建构出属于自己特色的铁道博物馆 米章你好 主持人伯仲好 大家早安 是 其实我们先前讨论到彰化扇形车库的时候 很多首饰朋友都表示 他们听了之后很有感 可能是因为曾经到过日本去朝圣 那些铁道迷都对于像是京都 美小路蒸汽机关车库 能够进一步晋升成日本的国家级铁道博物馆 回过头来 多少可能也会期待 我们的彰化扇形车库 是不是也有机会比照办理 如果让台湾唯一留下来的扇形车库 也变成台湾的铁道博物馆 我们听起来确实是蛮酷的 彰化从此也多拥有一处国家级的博物馆 不过您张宁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其实他点出了一个 我们一直在追寻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铁道的这些历史的资料 或者是车辆机械 如何透过一个比较现代的 而且是科学化的知识管理的样子 呈现给现代的世人 以及交代给后代的我们的台湾的民众 就是透过这种博物馆的展示 陈列来把这样的东西做出来是最理想的 那因为我们一般的民众 还有早年 我们在处理文化政策的官员 或者是一些 一般的社会大众对于铁路这种东西 如何变成一个博物馆 其实每个人的想象是不太一样 对 那我们更可以从彰化三行车库早年 其实在面对台铁自己本身 在扩建当时在1994年底的时候 因为已经大量的通勤电链车 那么需要建设新的车库 那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 曾经在立法院有一个公听会请愿 希望能够把这个彰化三行车库 比照像京都的梅小路铁道机关车区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博物馆 留下来 其实那个时候引起相当大的一种讨论跟震撼 那我们是觉得说 那个时候提出很多观念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 其实我们很多文化的政策面 或者是一些在各个地方政府 逐渐的去重视铁道文化的博物馆保存 那我们也觉得彰化三行车库能够留下来 不但是它的建筑的特色 那也让车辆 还有包括现在的作业的需求都能够兼顾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典型 让一个铁道的工作场域 跟一个博物馆展示结合的一个蛮好的例子 就说是个活的博物馆对不对 它真的是一个活的博物馆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在铁路局网站公告的时间 它现在已经有规定一定的作业时间 然后你去那边就可以一边 不妨碍他们的现场的工作 但是你又可以去欣赏这些特殊的造型的车库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现场在做车辆的调度的运作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动态的观赏的一种经验 所以也因为有了张化三星车库从1995年一直被留下来到现在 我们很多大大小小的朋友可能都有去那边参观过 一定会对他的那些展示的这些真正的车辆 他还谈不上真正的博物馆 但是他已经具备把车辆机械在一个非常有运律 而且有个至少个管理的制度下 可以让一般民众来近距离的接触 这个就是一个在营造一个铁道博物馆 要真正成功培养一个非常大的潜在人口的一个很好的据点 是 如果说起来要寻觅台湾国家级铁道博物馆的坐落地点 我听说在中台湾的苗栗 其实还有一处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地标 这是位在苗栗火车站不远的苗栗铁道文物馆 记得先前和明章 我们才谈到位在苗栗室内的 这个是公围续隧道遗迹的时候 我脑海中就曾经闪过这处地点 因为我曾经在它的敞篷下看过 包括了非常难得一见的DT561在内的 有多款包括台铁 灵铁和糖铁的老征机 部分柴电机车头也把它恢复成蓝白的老涂装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 一期还记得附近好像还有像是投媒练习场是不是 那么明章接下来是不是赶紧为我们铁道明介绍 这里到底成立了哪些精彩的宝贝 我觉得苗栗这个车库 就是它原本它是一个集围分住所 它在三线还没有改成现在的新线之前 它这分住所就非常非常的忙碌了 因为从三线的开通一直到最后的末期 我们很多铁路因为车辆动力的关系 要爬当初旧三线的这些坡道跟弯道 所以通常都会在那边挂补机 那所谓的后面前面有个机关车 后面有一个辅助机车头 一拉一推 一拉一推 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铁道据点 那后来改成了铁道公园 早期是叫苗栗铁道公园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也受到 后来彰化三级车库保存之后 开始启发了很多人对这种铁道文物的这种重视 有道理 我们也很佩服那时候的铁路局 有些长官愿意把苗栗原来的 基于分住所的场地 开始把一些台湾各地 可能他当初居无住所的这些老车辆 把他搬到这边来 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这样的铁道基地的 这样的一种过去的历史的脉络 所以你这边看到好多很特殊的升级火车 也有看到阿里山过来的阿里山的机车头 对啊没错没错 也有一些堂堂的巡道车 所以他当初这样的构想 就是希望能够用这个比较宽的场地 去把一些动力车辆 也把它放到苗栗来展出 那我是觉得这个出发点是还蛮不错的 那只是也许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1999年嘛 时间还蛮早的 那么能够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一个可以给予相当大的肯定 那因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对于文物的考证 或者是对于一个比较好的展示方式的研究 所以有些车辆在涂装上面 他还是没有办法用比较当初 所谓他在现役运转的时代的这样的一种涂装 很正确的 或者是说他的一些细节重新的被复原出来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场地在这边 确实已经让苗栗 这个地方原本他是在后展 我觉得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地下道就到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很适合做一个中途下车的旅行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投媒的练习场 这个大家就可以体验一下 在早期蒸汽火车时代 这些司机员以及司机助理员 特别是司机助理员他非常的辛苦 必须要照顾到锅炉内的温度 他才能够产生足够的蒸汽量 特别是在爬这种三线 非常陡峭的这种路线的时候 他要不断的用人工去产煤 那产煤也有产煤的这种技巧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用木头做的一个 大概等比例跟锅炉等比例这样的一种练习器 他会教你如何去让这个煤 去做最有效的热效液的燃烧 所以他煤一产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这个如果有去玩过 就会觉得说 你知道玩头个三四轮 你就觉得你已经受不了了 可是你要想想看 他们是在这样的当初非常严苛 而且又非常辛苦的工作环境下 把每一趟的运转任务做到最完美 我觉得这些台铁这些四纪元老前辈 真的是他们过去的这种经历的态度 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完全没错 其实看热闹固然重要 看门道更不可少 稍早其实明章已经告诉过我了 苗栗车站早在日日时期 就已经是台铁三线一处非常重要的据点 所以接下来我可能要请明章 好好地大家来讲古一下 那究竟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 苗栗这个地方当初也是一个 在早期建设之期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聚落 苗栗开始 很多车辆当初在还没有电气化之前 都要在这边停车 刚刚讲到因为为了要爬这段三线 那个三线其实蛮陡的 像盛兴是当初的最高点 最高点 402 12.326 在爬上升级之前 有一个非常陡的 大概到千门这26以上的波度 然后下山之后 其实它也不是一路往下 因为它过大安溪桥 还要再小小的爬一段后里台地 所以整个的运作都需要靠辅助机关车来进行 所以苗栗它就是一个铁道的这种 因为因应铁道 营运而更为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城镇 对 那在1935年台湾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新竹海中洲的大地震 是 关刀山地震嘛 对 关刀山地震 所以现在你去旧山县看到龙腾断桥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地震遗迹 对 那次地震也把苗栗的机关车库 就是机车库也给弄回了 所以1937年的时候盖了一个新的 等于是给新的造型的车库 可是这车库非常有意思 它当初总督府铁道部已经考虑到 为了要解决三线这种运输瓶颈 其实已经规划想要把三线做电气化 所以台湾铁路的这种干线的电气化 是在1930年代的这个时间 已经被铁路运输的管理单位所考虑到 这么早啊 对 很早很早 所以你看它的那个 现在还留下来的苗栗车库的造型 它的很多配置 还有它的一些尺度 是有点在套用当年1930年代 在日本本土所运用的这些机关车 电力机关车 就是电气机车头的这种尺度 大概去做一点点它的规模 去做移植过来来这边使用 这太有趣了 非常有趣 就是说如果当年 如果继续把这个计划给执行 其实三线这一段也许就是从苗栗到台中 可能就是局部的电气化 就可以展开了 所以就说当我们去苗栗铁道公园 看这些老车辆 或者去做这些铁道文物的观赏 或者去拿那个投煤练习器 在那边练习各位的臂力的时候 其实不妨经过这个老车库的时候 可以看一看 其实它有这一段蛮有意义 对于当年台湾工业的 还有包括交通的发展史 是有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存在 其实被点名过的 足以荣英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场址 当然还包括我们接下来介绍 这是位在台北东区黄金地带 这是位在市民大道旁边的台铁 台北机场铁道博物馆园区 这机场不是飞机场 是工厂的厂 台北机场就是铁路的工厂 那么这个地方的故事性 好像就更多了 其实我知道这里是很多 台铁车厢的打造工厂 但是也很遗憾 这边好像也是很多老宝贝 最后被解体 消灭的最后处所 我记得明章早年 还曾经和许多铁道研究先进 在这个地方目睹了不少悲剧 我想明章一定对台北机场 有不少的爱恨情仇吧 这样 这讲起来其实也是当年 对于火车的热爱 还有对于这种探寻 早年这种从铁路发展的早期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点点 所谓的机械考古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在学生时代 就透过学生社团 以及学校发文 去参观台北的铁路工厂 就是台北机场 因为那个时代 其实才刚解研不久 其实我们每次的参观 我们都受到非常高规格的接待 高规格的接待就是说 意思是说旁边都有人 看你在做什么 他们觉得奇怪为什么 有人会对这个有兴趣 不过因为我们的这种研究 其实也蛮感动的 它里面很多内部 也对于铁路有热情的 这样的一种工作人员 其实会每一次每次的接触 我们都会看到一些 很惊讶的东西 只是很可惜 刚刚你讲到爱恨情仇 我们刚刚讲到是爱 那比较遗憾的地方 就是因为那个时代 其实还没有建立很 像现在这么普及的 铁道文物的保存 这样的一种概念 那1995年的时候 有一批当初是被列为台铁 其实已经在他们的公问里面 有说这些车都是未来要进入 铁路博物馆的车辆 它有个名单 好可惜 其实好多车子 如果那时候 现在能够留下来的话 那绝对都是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过去的台湾铁路 是有这么很精彩的车辆 例如很多所有的头二等卧车 还有餐车 木造的瞭望车 大概就是在那一次的 开车的这样的一种 时下全部都抬光光了 全都没了 全没了 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以前 我们富士辈 或者是说曾经搭过 台铁重贯线 卧车的这样的一种情景 所以蛮可惜的 不过刚刚你讲到这个铁路的工厂 是一个我们打造很多车辆的一个地方 都从那边出来的 可能各位听众比较不晓得 我们也曾经有车辆 透过这个台北铁路机场外销到国外 我知道外销到泰国去对不对 是 他卖了一批后运列车用的手车到泰国去 而且这批手车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在前年底的时候去调查 还发现台北机场坐的手车 也还在泰国铁路使用 所以我们的驻外单位 还有我们现在透过一些人脉 经过非常辛苦的运作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在外交上 处处受到打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跟泰国在接触这些事情的时候 终于得到他们泰国铁路单位的 极大的协助帮忙 我们在去年把从台北铁路机场 卖到泰国的车子 泰国又把这个车子还过来 哦 真的 就是给我们了 就是说让我们带回台湾来 所以这个车子 真不简单 液晶摆在台北机场里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令 曾经在北厂工作的人 可能他们会感到非常骄傲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流落在海 应该不是流落 曾经在海外服务泰国铁路这个车辆 那经过这些努力 我们又回到了台北铁路机场 那另外同时再更早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也因为为了要弥补 握车 就是这种握铺车被 在1995年被消失掉的这种遗憾 我们也透过了东日本铁路工资源 也捐了两台 他们当年被 进台列车 对583系电车 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运来了 那去年是把泰国的手车 把它运回来 所以我们现在在主力工厂里面 可以看得到 就是除了我们的志强号 海铁100型的志强号之外 也有583系电车 也有泰国的手车 真的是非常丰富哦 所以我觉得很多民众可以透过文化部 现在有那个参访导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 可以去接受他们的导览员 在定期导览团体的方式进去 去看看我们这些曾经在这个北厂制造过 或者是说在国外 进入过的这种 世界第一辆商业运转的 所谓的卧部电车 对 那我们很期待就是说 接下来的努力 还有包括规划 逐渐的把这个台北铁路机场 变成一个真正的 一个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 是 其实同样也是拜你们的奔走啊 这座一度 还可能会灰飞烟灭的 这个旧铁道工厂 包括那座多次在媒体上曝光 那么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员工浴池在内啊 其实有很大部分 都被完整保存下来了 因此 接下来我想请教明章 如果要您来挑选 国家级铁道博物馆的长址 您心目中的首选 会是这个地方吗 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 不管是地利条件 或者是说待在一个 都会群聚跟交通节点的考量 它真的是一个很理想的场域 那主持人刚刚有点明到 从张华山林车库 苗栗的铁道文化园区的 这样的场域 其实还有很多 其实站在台湾各地 譬如在北门附近的 原铁道部的台铁局 那这些东西 其实就我的观念 跟我们的规划 我们是希望能够将来 有个属于国家的铁道博物馆群 那用铁道博物馆群的 营业的观念 当然台北铁路机场 有台北铁路机场的 核心的展示 跟它的所要诉求的 车辆展示的这样的重点 它的空间可以做这样的一种诉求 那其实像刚刚的苗栗 可以做一些比较区域性的 故事的述说 那像张华 它专门是作为 蒸汽火车动态运作的 这样的一种沉滅馆 这些东西经过不同的 分工规划 我觉得如果以铁道博物馆群的概念 来移运 台湾的铁道博物馆的保存事业 将来应该可以在世界上 被很多先进国家所赞同 我们虽然是起步的非常晚 不过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样的观点 还有包括我们的能量 可能不会输于德国的纽伦堡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 德铁的博物馆 光是德铁博物馆 它所目前馆藏登记 旗下的车辆就有600多辆 600多辆馆 很惊人 非常惊人 非常惊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大的机会 让台北铁路机场这个地方 可以成为一个 很棒的国家级铁路博物馆的场子 是 好 以上就今天为您准备的 一起放轻松 这个星期 铁道达人郑明璋 带我们走访 位在彰化的善行车库 另外还包括苗栗市铁道文物馆 以及位在台北市中心 这是市民大道旁的台北机场 为大家解说这些历史建物的前世今生 同时一起探讨 我们该怎么选定 未来国家铁道博物馆的位置 非常感谢明璋 今天再一次非常精彩的论述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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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休门 谢谢 感谢观看